大约公元前970年 所罗门接续他父亲大魏作王 文治武功名声远扬 并继承复制为耶和华建造圣殿 今天的圣殿山 坐落在耶路撒冷古城的东边 占地37亩 是全世界三大宗教 犹太教 回教 基督教的焦点圣地 也是全世界最具争议性的一片土地 上面的圆金顶八角形清真寺 是回教第五任教主 建于公元后691年 里外装饰华丽 寺中一块大石 回教徒把它当作 教宗穆罕默德升天的地方 犹太教则认为 他是先祖亚伯拉罕宪以撒 日后所罗门建殿的地方 以色列人被掳后 圣殿被毁 到波斯王古列时期 归回故土的索罗巴伯重建圣殿 希腊帝国时期又遭破坏 到公元前140年 马克比领导犹太人独立时期又加修建 一百多年后 罗马时期犹太分分王 希律在公元前19年大兴土墓 把这殿建成古代世界最宏伟的建筑之一 古犹太史家约瑟芬在他著作里详细描写这殿 今天犹太人称这殿为第二殿 与所罗门的第一殿相对 但这金碧辉煌的殿 不到一百年 就在公元70年 被罗马太子提多所毁灭 以后罗马凯撒 Hedrian在上面盖了一个异教神庙 直到回教徒来盖上现在的清真寺 今天游客可以自由走在这圣殿山上 但是原来所罗门的殿究竟在哪里 回教徒认为根本没有这殿 是犹太人的传说编造出这故事来 目的为证明他们才是这里合法的主人翁 而考古学家挖了一百多年 还没有挖出一件物品 确实证明所罗门圣殿的存在和地点 今天大半看见的古迹 都是两千年前西律王时期的圣殿遗迹 要揭发证明我们就必须认真研究一下这山周围和山上的石块 从其中找出一些蛛丝马迹来探索所罗门原来的圣殿 圣经列王纪上第六章第七章记载 所罗门是他在位第四年时开始建造圣殿 共花了七年功夫才完成 那里虽然详细记载圣殿的规格和材料 但却没有提到殿的周边范围 除了圣经的记载 古犹太史学家约瑟芬和古犹太经典 Midrash的片段Midat都有提到所罗门的殿 根据这些记载 殿的范围是一个五百轴的正方形平台 用古犹太人的尺寸来计算 相当于今天六百英尺 但这范围究竟在哪里呢 不同的学者提出起码十二种不同的理论 在这些理论中 最有实物根据的是荷兰人Ramir所提出 他认为所罗门的圣殿 正在今天的圣殿山的中间 就是图中黄色地区 之后两约之间的马克比王朝时 在南端加了浅洪地区 到了新约西绿王时期 再加上绿色区 这绿区 就是今天圣殿山的主要范围 Ramir指出的证据有四个 第一 他指出 在今天的圣殿山上 围着清真寺 有一个方形平台 平台四边有不同的石阶 而靠西北角的石阶 最低一层石头 与上面石头不平行 却与圣殿山东边的墙平行 根据这个 他认为 这第一石阶的石头 就是所罗门时期 圣殿平台的西北端 第二 今天东墙的东北角 有一段最低一层的石头 比它上面的石头 凸出来一点 雷士认为 这最低一层 是所罗门时期的遗迹 后人在上面盖石头时 把墙缩近了一点 这就定出 古所罗门平台的东北角 而从刚才的西北角 到这里的东北角 刚好六百尺 第三 从这东北角 沿着今天的东墙 往南下六百尺 就来到一个地方 墙上方有一根 凸出来的石柱 在这里整道墙 往东转大约八度 我们用肉眼 今天看不出 这一点点的转弯 但用仪器可以看出 瑞米尔认为 这就是古所罗门 圣殿平台的东南角 有了这三个定位点 他就勾勒出 所罗门圣殿平台的位置 除了这三个角落 瑞米尔又参考 一百多年前考古学家 在圣殿山底下的挖掘记载 根据这些记载 今天的圣殿山底下 有许多石洞 这些石洞起初可能是 建殿人凿出来的石矿遗址 后来整座山被填成平台后 这些石矿埋在地下 被后人用作蓄水池 其中有几个水池的石壁 刚好与黄色区的平台边界平行 他认为这就证明 古圣殿山的边界 是沿着这个边界走的 在东墙的南端 还有一个显著的标志 在东南角往北 106尺的地方 墙上明显地出现一道垂直分界 考古学家称作直界 Straight Joint 分界左边和右边的石块 有显著的不同 直界左边的石块 一眼就看出是西律王时代的石块 它的特点是石块四边有尺边 中间突出部分削平 这种石块在西律王其他的建筑上都可以看见 至于直界右边的石块 特点是它的四边也有尺边 但它的中间面却没有削平 是凹凸不平的 这种石头 学者一致认为是公元以前时期的 有人认为是犹太马克比时期的 有人认为更早 是索罗门时代的 Rimmer认为他们是犹太马克比时代的 根据他的推测 整个圣殿山分三个时期的扩建 就是索罗门时期 犹太马克比时期 和西律时期 在东墙上最显眼的 就是一个大城门 这个门称作金门 是五百年前回教徒盖的 金门的名字来自圣经的美门 拉丁文美字和金字同音 拉丁文圣经就把它译为金门 犹太人经典认为有一天 弥赛亚要从这东边的门再来 回教徒和基督徒都认为这门与末日来临有关 所以今天金门外葬了许多回教徒 下面的吉伦西谷葬了许多基督徒 而对面橄楼山边又葬了许多犹太人 大家都认为葬在这里 到了末日就能首先复活 因这缘故 五百年前土耳其王苏里曼就把这门封起来 真正值得注意的还不是这城门 而是城门两边的石块和底下的奥秘 先看看城门两边的墙壁最底下一层的石块 这些石块跟刚才直接以北的石块很相似 四边有尺边中间凹凸不平 究竟这些石块是什么时期垒上去的呢 很明显它们是在西律时期之前就有的 很可能就是所罗门时期盖的 若是所罗门时期的石块 那这堵墙在所罗门时期就有了 1969年一个美国考古学生 有一天掉到金门前的一个回教墓碑地下 在地下的洞穴发现地面金门的下端 还有另一个石门 以后他再回去把这门照了像 过了不久这洞口就被封起来 再也不准进去 根据推理这谷门高度至少有八成石块 而在这谷门底下至少再有七成石头垫底 才到达基层时机 证明这些建筑早在旧约时期就存在 很可能耶稣时期他进耶路撒冷 就从这下面的谷门进城 说到地下石块 19世纪有些学者怀疑圣经的真实性 就激起许多敬虔的基督徒 有负担到巴勒斯坦探勘 希望从考古学证明圣经的真实 1865年他们组织了一个基金会 叫做Palestine Exploration Fund 开始送人到巴勒斯坦挖掘 他们在耶路撒冷的办公处 就是今天最古老的英国基督教堂 Christ Church的所在 里面今天还有一个小博物馆和图书馆 在这里可以看到他们当时的记录 我们可能是一个很古老的旅行社区 从1809年去到200岁 这模式是在宫岛上 它是在1872年 当他们结束了 他们就送它去瓦斯坦、阿姆斯坦、亚伦 人们都可以来看 这就是宫岛上的样子 但这模式不是在宫岛上的地方 因为你能去到的 Temple Mount now 你能看到这些建筑 你能看到这些建筑 的东西是 他能看到库上的建筑 是他能看到什么是随着 的那样 因为当时他能看到 今天我们可以 他能看到 然后他能看到这些建筑 所以在这些建筑上 你能看到这些建筑 然后你能看到什么是随着 你能看到的 所以你能看到 所有的宫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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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宫岛 人们都可以看到 它是超级的宫岛 所以 这里你能看到 你能看到 宫岛的宫岛 这里你能看到 宫岛的宫岛 宫岛 人们说 有没有一个宫岛 在宫岛 那是不正确的宫岛 现在你能看到 宫岛 的宫岛 在宫岛 你能看到 宫岛 有一个宫岛 是这个宫岛 那是 where they put all the blood of all the sacrifices OK 那是 浩岛 浩岛 你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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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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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们的宫岛 宫岛 那是一个宫岛 但它是一个宫岛 它是一个宫岛 的宫岛 那是一个宫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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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宫岛 所以这就是 这种设计的宫岛 那么重要 那是一个宫岛 的宫岛 你能看到 是通过那宫岛 这宫岛 这宫岛 曾经是 一部分的宫岛 在这个宫岛 所以今天 我们使用它 为我们的宫岛 所以所有的 我们的宫岛 作用的宫岛 是在宫岛 他们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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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么 你现在说 我们的文章 说我们的文章 会来到我们 因为冠军 是最后人 在在宫岛 在看什么 其他人 会不会有 从那时 因为的 因为的 红统人 控制 所以我们 回到我们的 记者 我们有什么 他们叫 《智力》 所以它 证明 什么 是在 过年 然后 一个大影响 是 那是基金会的影响 在基金会下属的一个英国人 Charles Warren 曾在圣殿山周围到处挖地道 因为当时土耳其政府 不让他挖掘地道 这基金会下属的一个英国人 Charles Warren 曾在圣殿山周围到处挖地道 因为当时土耳其政府 不让他挖掘地面 他像地下老鼠一样 把圣殿山下和周围挖透 并做详细记录 许多圣殿山底下的水池 都是他发现的 他在东墙金门往东 回教徒坟地外 打了一个隧道 想借隧道挖回东墙边上 但没挖多久 还没挖到东墙 就在地底下发现 有另外一道石墙 在东墙的东边 埋在地下 他想凿通这墙 但只凿了五点五尺 就凿不下了 因此 他改沿着这外墙 两边伸展 发现这外墙 沿着金门方向 弯回东墙 从他的记录 我们可以推测 这道地下外墙 和金门底下的旧墙 是同一个石墙盖的 很可能就是所罗门时期 也可能是他以后的猎王时期 今天如果没有回教徒的阻挠 在附近再挖的话 一定可以挖出更多 所罗门时期的证物 所罗门圣殿山的位置找到了 但圣殿里的约柜 放在哪里呢 约柜是神见证的具体表现 表征基督是 照会的中心和内容 是圣殿山焦点中的焦点 大半人认为 原来的约柜 就坐落在今天的 金圆顶清真寺中间的 大石头上 这清真寺中心是一块大石 石下有一个石洞 是十字军时代凿出来的 回教徒认为 穆罕默德是从这里升天的 寺内的墙上刻了阿拉伯文 宣扬只有一神 奉劝基督徒放弃三位一体的信仰 寺中间的大石 长阔达43乘以67尺 高六尺 上面有许多人工凿过的痕迹 大石的南面和西面是直的 显明这些地方是经过加工的 大石上有一个长方形的凹处 位置在南北两边的正中间 考古学家 图中西墙的方向是北偏东3.5度 正好与整个圣殿山的东外墙方向一致 根据犹太古典 Midab记载 在旧约赎罪日 祭司在橄榄山顶宰杀红母牛的时候 视线要直接连到圣殿内层的至圣所 从这个大石往东看 正对着橄榄山的山顶 旧约的约桂 在以色列人被掳巴比伦的时期 已经失踪了 今天对于约桂在哪里 有许多不同的猜想和建议 有人说它是在非洲 有人说它是在耶路撒冷圣殿山下 但只有这里所提出的约桂位置 才是最有考古实物支持的 圣殿重建 约桂复利 基督再来是神子民的渴望 基督再来是神子民的渴望